今天和大家一起看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的第一章 从第三到第五节 今天和大家一起看的讲题就是在神里面发生的一些时而世逆的改变 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再次先认识一下这段经文 让我再次为大家读出加拉太书的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整段开场法究竟是讲什么 然后我们今天会集中去看第三至到第五节 当我们打开圣经的话也与我一起去思想 我会和大家一起去读这个《和合本圣经》从第一至到第五节 好 佳太书的第一章和第一节 作仕途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 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上帝 我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国教会 愿因为平安从父上帝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者罪恶的世代 但愿荣耀归于上帝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跟长辈一起去喝茶吃饭 有时就甚至跟我爸爸早晨的时候会去喝早茶 很多时候就听见长辈在对话当中经常说这句话 他说真是世界变了 又或者是文雅一样说真是时而世逆 作为当时的我 因为永远很年轻 我的世界只有十年八载的日子 对于什么世界变 时而世逆等等这些说话都没有太大感受 但是随着自己年纪开始大 或者是要面对人生很多事情的时候 不单是感觉到这个世界分分秒秒都在改变 而且更加变得越来越差 更加变得越来越金 而且更加变得越来越横漫无理的世代 甚至会发觉到在现在这个世界的改变里面 没有一个人 不可以说任何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可以阻止这种改变的势头 甚至可以控制这个势头 这个世界再不是可以说是被人去筹算计划 当然我这番话就听起来好像人生哲理 主日讲道当然不是讲人生哲理 是讲一些有关于神国的事情 是讲一些有关于神的子民如何活在神国里面的事情 但是在圣经当中的记载也不是离地 其实很贴近于我们的人生很多的范畴 虽然圣经里面不是强调说今天只是如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 圣经其实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世界的时代改变这个规律 让我们去看原来圣经有一个很期盼的改变 这个改变是从一个罪恶的世界改变成为一个 满有恩惠和平安所组成的一个拯救为中心的时代 也都可以简单来说是将一个最恶满形的时代 将它变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神的永恒的角度 今天我们去看的《加勒太书》第一章 我们集中去看第三节至到第五节的经文 我们就看到这个时代的巨轮的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其实在上帝的心目中是一个特定的意思 我们再回看这段圣经先 我们会分为两个部分去看这段经文 我们先会去看第三和第四节 第三节和第四节 愿因为平安从父上帝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者罪恶的世代 在这里单单的两节的经文里面 一般的信徒就说只不过是一封书信的文案 很简单的东西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已经看到第一和第二节 在开始虽然是很简单的去介绍到保罗他自己 作为一个仕途的身份的来源 原来是基于基督耶稣和父神 接着保罗在这里从第三到第四节 就要更进一步 去说明说给他知道 耶稣基督和父神 其实要揭开一个新时代的一役 而这个新的时代是由恩慰和平安 所组成的一个称之为拯救的时代 在第三对第四节的里面 虽然看起来像一个很简单的文案语 但其实他和第一和第二节的那种不平凡 是可以说是相得亦将相影成趣的 因为在第三和第四节的里面 是揭示了一个拯救的时代的开始 亦都可以这么说 这个拯救的时代是源自于父神和耶稣基督 其实如果我们只是去看看 无论在第一和第二节里面所介绍的 原来父神和耶稣基督是紧密地一起去行动 父神是那个在幕后整个的总设计师 而耶稣基督是那个执行者 在上次我们已经说过 一个主帅和一个章根的关系 只要大家一起去打圣仗 其实大家都可以分享那份喜悦 在这里也不是说 究竟关于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学 而的而且从经文句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其实他的行动 是有父神的直接参与和设计 而这个介绍来到第三和四节 没有停顿不止 而且再次强调和引伸 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三节的时候 我们同样看到 原因为平安从父上帝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这个变与这个组合 父神和耶稣基督这个同工的组合 仍然是保罗所强调的 不过我们会留意到 来到第三节的时候 那个结构 原来是倒转过来 怎么倒转呢 在先前我们讲的第一和第二节里面 我们讲到 原来这个保罗仕途的身份 是借着耶稣基督和父神而带来的 只不过在那里面再将父神的角色作引伸 原来是父神叫耶稣基督 或者父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本来说 父神是第一层的源头 耶稣基督执行 然后父神在过程中参与 而来到这里我们看的第三和第四节 我们看到原来的次序有些改变 他也说原真为平安 是先从父神与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么特别呢 这个其实一方面是从一个传统上 一个犹太人的写作手法 我们称之为inclusio 或者一个接叠式的一个 或者有些学者叫散言的一个说法 从A、B 然后说Bπ、Aπ这个组合 A就当然指耶稣 B就说是父神 而来到现在这一节 就再将他召转 说回耶稣然后再父神 其实从这个结构上 我们会发现到 作者其实有一个 简单性的介绍 告诉我们 简单性是什么呢 原来上头 才说完耶稣基督的仕途身份 是借着 由耶稣基督和父神而带来的 但是来到这里就说给我们 原来因为平安这个拯救 这个塑造者原来是主耶稣基督为主 所以在这里就作了一个隐身的介绍 就在第四节介绍给我们知道 是什么呢 是耶稣基督 召着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写己 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 这个摘叠式 或者我们称为inclusio的一个写作手法 从一个仕途的身份开始 到现在说到一个新时代的创立 前者由父神成就耶稣基督 然后使得保来的仕途身份 好了 当仕途的身份 这些人被订定下来的时候 他们去传福音 传主的道理 传的时候 那个道理是什么呢 在这里就马上在第三和第四节 马上介绍给我们知道 告诉我们的是 原来福音的核心内容 不是其他的东西 不是你创立了什么 或者解决了你什么问题 你病了 然后突然痊癒了 不是有些神迹 突然在你身上发生 不是 福音不是指这些东西 福音是指什么东西 这里非常清楚 介绍给我们知道 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写己 他这个做法是为了有个目的 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 世代这个字眼在和合本现在非常准确 在原文圣经里面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Aion Aion Aion这个字就是一个时代 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原来耶稣基督他的写身为罪 我们的罪写身他自己 使我们不再被这些罪的捆绑 脱离罪恶这个时代 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我们称之为 救熟的时代 或者救恩的时代 或者用一些更加显淺的神学字眼 就叫做恩典的时代 一个原本你不配得的一个待遇 上帝都代了我们 做了给我们 就是什么 是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能够使用开脱 不用再被这个罪所捆绑 好 弟兄姊妹 从这个这样的介绍里面 告诉我们 原来耶稣基督整个的行动 是为了你和我的好处而做 我们重复看看 使徒的身份 是从父神借着耶稣基督 带到一些保罗的人的身上 是这样才受到使徒 而救恩是怎样 原来就是由耶稣基督 造成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而带来救恩的盼望 得到从罪而释放出来的结果 这种连带式的延伸 就是让我们去看见 保罗为什么这么强调 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 因为保罗知道 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 传的就是这个内容 不是其他的内容 因为只有这个内容 才能够为我们带来有 恩惠和平安 如果我们不是传这个福音的话 即是那些东西 是称之为一个福音 其实它都不是一个福音来的 今天很多人传其他别样的福音 我稍后会再详细说 不过我们先集中去看看 这个福音 这个拯救 是为我们带来恩惠和平安 大家近年已经经历过全球性的非典型肺炎的疫症 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疫症 都仍然好像没有一个根本止息的趋势 我们就应该开始更加能够明白到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我们本身真是很脆弱 不堪一击 但很可惜 即是这些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人是否这样想 人是否看到自己是很脆弱 人反而很多时候 表现出自己是不可一世 认为自己是可以不断炫耀人的力量有多大 但很可惜的就是 经过这个疫情之后 我们才能够发现到 即是连肉眼都看不到的 这么微小的病毒 原来它的杀伤力都是这么大的 又或者现在我们听见 更加多的是 很小的一些黄虫 现在已经在攻陷很多不同的非洲和印度等这些国家 就快飞到亚洲整个地区里面 这么小的东西 我们发现原来它的伤害能力其实很大 不要说什么 说下雨 雨水这么小的一滴 所造成的摧毁 现在我们看到不论是中国国内 或者是日本 因为下大雨的缘故 我们看看那种摧毁的能力有多大 很多东西今天我们看到很微小的 大兄姐妹 原来我们人都不能够抵御 其实很多时候都自识自己的力量有多大 但其实我们本身是否真的这么有力量呢 其实我们所一路摧毁的自己很有能力的事情 其实可以真是片刻荡然无缺 大兄姐妹 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一个真正的平安和恩惠呢 只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才能真正找到这个平安和恩惠呢 如果不是的话 即是我们找到很多我们称之为福音的事情 而他不是说到关乎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能够脱离开罪恶 这个群绑的话 即是他怎样称自己为一个福音 其实他都是一些虚假的福音 什么叫虚假的福音 今时今日最多的虚假的福音 就是告诉你信耶稣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信耶稣可以使你更加丰盛 当我们听见这些福音的时候 听起来是很容易接受 因为这些福音实在是很越异 因为听下去能够好像使人都觉得 那就是有好处了 为什么我不相信呢 大兄姐妹 如果这些福音是真的福音的话 他们所解决的都是一个短暂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看 我们从这段圣经当中 发现到所谓真正的福音 其实是借着只有耶稣基督 将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 所以如果人如果希望用其他的途径 去获得所谓恩惠和平安的话 以后不想离开罪恶的世界 就是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说给我们 没有这支歌仔唱 因为按照我们的父神的意愿 而成立就是这样的福音 不是我说的 是从这段圣经所说的 是按照我们父神的旨意而设计的这个福音 换句话来说 我们需要很清楚明白 整个福音 什么叫福音 那个设计丁丁 那个主是哪一个 那个就是父神 不是你 不是我 我们要清楚哪个是庄 哪个是孔 庄是上帝 他要设计这个的救恩 让我们能够走出来 是他的设计 我不可以把这个原本上帝的设计方法 扭转 甚至扭转 甚至扔掉他 设计一个新的 为什么保罗要说这番话呢? 就和保罗写加拉太书的背景有关 因为在加拉太书写作的时候 保罗发现到在加拉太地区里面的信徒 他们开始有一些人传别样的福音 我们去到第1章第6节就会看到了 他们传别样的福音 他们所说的福音 不是出自于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不是他死在十字架上 而是可能 我们上次已经说过 可能是一个 回到守犹太教律法的做法 我们叫做犹太花的基督教 又或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说 我根本完全不需要守律法的 我们有自己另外一套 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不是守律法而去信耶稣的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又有些人是衍生了另一套的神学 另一套的福音出来 这些全部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福音 而不是原本 而是上帝父神所设计出来的福音 而当我们要离开原本上帝设计的福音 而这个福音可以带我们去到 恩惠和平安的时候 如果我们说 我不要上帝这个设计 简单来说 就是说 要一个不是上帝设计的福音 便会带我们去误不出 上帝原本所设计的福音 的恩惠和平安 所以 弟兄姐妹 从这段圣经里面 保罗在一个文安语里面 充分地勾画出 由父神到耶稣基督 而带来这个福音的重要性 只要出了这个福音原本的设计计划 所有其他福音都称为二类的福音 而这个福音在今天很容易被人接受 后来我们会再看 为什么这么容易接受 因为信人的意思 而这些福音最终带来 不是恩惠和平安 而是带我们去到一个 不是恩惠和平安的情况 究竟有什么情况 我们明天会去看 因此我们从这里去看见 这里圣经所说的 恩惠和平安 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日常的文安语 而是一个充满救恩 连续着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熟灵生命的状态 所以特意之后 如果我们是否定了 由父神借着耶稣基督 而带来这个恩惠和平安的福音的话 简单来说 你就离开了上帝原本 要带我们进入救恩的时代的开始 因此奥罗在这里一开始 要介绍给所有佳太教会的信徒 知道 今天同样的这番话 都是向你和我去说 告诉我们 我们信的福音 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做个好人 我信耶稣 所以我就可以做一个乖乖的 得人去拥护的人 不是的 其实我们还会看到 原来依照这个福音而活的 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 但是从这段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首先 如果你要定定清楚你传的道 作为使徒要传的道 就只有这个福音 如果其他人 即是他称为使徒 或者传别样的福音 出于这个设计的话 那些都不是真的福音 而另一件事 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 不只是单单介绍 要清楚知道什么叫福音 甚至要把福音 这个时代 因为他最重要的特性 就是永恒性 要带来给我们知道 在第五节里面 我们看回第五节 第五节里面这样说 但愿荣耀归于上帝 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to home be glory forever and ever Amen 在第五节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 向中教会 特别加拉泰教会 作出一个邀请 他希望大家一起 能够进入到 父神的荣耀里面 而这个荣耀 是有它的独特性 独特性是什么 这就介绍给我们知道 是一个直到永永远远 永远远有什么特色呢 所以为什么要识原文 就是这个原因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 耶稣基督说 原来带我们 要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 一个时刻 里面用了所谓aon 原来来到第五节 所以永远远远远连续用了这个同样的时代这个字Aeon两次 当然原文圣经的说法就是Tos Aeonus和Aeonon 它同样用同一个字眼说到进入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时代 世界接时代 什么是时代接时代?即是Win-断的时代 什么是Win-断的时代? 简单来说永恒Eternity 所以英文翻译为forever and ever 连续原文用同一个类似的字眼ever 其实应该说是time 或age 最准确 age of ages就是最准确 我們留意到原來聖經作者保羅在頭五節的結構是非常緊密的 他不僅利用父神和耶穌這個組合不斷重複在第1至第4節中說 而且從第4節到第5節就重複用到這個所謂時代的意思 時代的意思是從一個年代一個狀況進入到另一個狀況 從一個政權進入到另一個政權 從一個滿有罪惡的世界中 進一個無罪而滿有恩惠平安的世代中 這個轉折時代的陳述就是在這段聖經中很仔細 在單單五節中很精細地勾繪了出來 而在文安語中甚至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實 而這一篇的書信是一篇公開的書信 是讓所有加拉太教會 鄰近地區所有的教會可以聽的 所以從這段聖經中 最後加上一個很重要的字眼 阿門 阿門這個字眼在很多學者研究中 這也是一個同意詞 即是說一個人聽了一個宣佈之後他有同意 在舊約裡面很經常出現 比如以色列文當他們出埃及記之後 宣佈完這個十戒之後 他們都同樣說我們願意的 但願意之後他又怎樣 所以從這段聖經中誘發了兩個很重要的訊息 第一 這段聖經是說了給我們聽 我們不只是留於一種宗教的活動 然後宣告完我們就在信口說阿門 做個順水推舟 認了算數 認了先 不做另一件事 不是啊 在這裡很強調一點 阿門原意是真的 誠心所願 意思就是說我是完全認同 所以換句話來說 如果一個人真是能夠希望 透過主耶穌基督去死 然後為他捨身脫離罪惡 最後使他得著這個恩惠平安的話 我們這個過程必須誠心地去接受 不是一個信口說的一件事情 而且這一件是一個永恆的事情 不是一個一時一刻的事情 而在這裡聖經的作者 保羅就很強調這一點告訴我們 當他表達到這個信息的時候 他自身都認同 不是只是說一下就算數 所以特兄姐妹 第一要強調的是信徒的傳言偉身 第二要說到我們的偉身是一個永恆性 因為我們要得著的恩惠和平安不是一件短暫的事情 而是一件永恆的事情 我們信耶穌的人不是只是為了解決面前這一刻的問題 所以其實有些人就說 牧師你為我祈禱吧 我現在我家人哪個人病了 你快點為他祈禱 我祈禱我祈禱了 我便相信我上帝更深 我甚至那個人好回來 可以因此而去信主 弟姐妹 祈禱一個人我希望他康復是我們的心願 但是不是祈禱然後使得他可以信主 因為他的病得到醫治就可以信主 很多人得到病醫治之後仍然不信主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沒有生命的永恆改變 因為他沒有脫離了那個罪的捆綁 他以為只需要仍然留在罪的捆綁的情況之下 又可以享受到一些解脫 他就認為這個神就是對的 這個世界所有其他的假神都是這樣 你相信他他會為你解決問題 你相信他他會給你好處 你相信他他會按照你心意而做 那些人就去信 撒旦魔鬼就知道人這種心態 就吸引人去信 而加拿大書所陳述的人的背景 那些聽眾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中 保羅知道教會在這麼多各式各樣從外邦而引入的一些神 又從猶太教裡面所帶來的傳統所塑造出來的神 而會直接影響到耶穌基督在寫十字架上 所以就寫了一個這樣的書信 在引言中把整卷書的核心已經勾芥了出來給我們知道 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在教會傳道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將這個要徹底改變和福音的永恆性 告訴別人 永恆性不是只是告訴別人 你有永生 上天堂永遠 而是生命在永恆的質素基礎上有改變 要你改變永恆的事情的改變 不是只有一時三刻的改變 但是今天我們傳的福音是什麼呢 這是很值得你和我去反思的事情 保羅一開始其實就很反對這一種 只是短暫式叫人去得到好處 而引誘人進入教會群這種信仰 因為這個根本就不是福音 保羅要希望我們去了解的就是 真正的福音是要有那份生命永恆的改變 而生命要有永恆的改變 必須要脫離罪 而必須要脫離罪 只有一個方法就是 認信耶穌基督死在上面 是為了你和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當中 這樣我們才有一個徹底的生命改變 也因為只有這種徹底的改變 才能讓我們走在永恆的上 時代的改變是一個事實 就好像生老病死一樣 我們沒有改變的事實 問題就是在這些時代的改變裡面 我們往一個什麼的方向而改變呢 在罪的世界裡面同樣都改變的 但是越改變就越造高 我們有眼睛可以看到這個世界是怎麼樣 直至帶我們在永恆的死亡裡面 但是從耶穌基督帶來的改變 是一個能夠引進到在永恆 而有因為平安的改變 弟兄姐妹 一個永恆的死亡 相比一個在永恆當中有因為和平安的改變 兩種不同的時代 你走向哪一個方向 你想進入到哪一種時代的裡面 保羅在這裡其實把這兩樣東西 放在加拉太教會的信徒面前 因為如果這兩樣東西不放在他們面前 清清楚楚知道的時候 跟著討論的所有什麼福音 什麼內容等等的改變 那些就變成沒有意義 你要讓他們看見 原來就有兩條這樣的路向 放在他們當中 他們怎樣選擇好呢 最後耶穌基督在這裡更加表明一樣 很重要的事實給我們知道 就是原來他在拯救的時候 他的主動性 我們再次看看這裡說什麼 第四節 他說耶穌照著父神的旨意 為我們的罪捨己 要求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 在希列文裡面 都用一個主動詞 直接談及到耶穌去死 為我們的罪去代數 釋放我們出來 都是耶穌基督的主動行為 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同樣告訴你 你和我才會有一個信徒 當我們要去接受了耶穌基督的救恩的時候 其實這種主動性的要求的生命因素 其實在你和我裡面同樣需要有 我們需要積極的參與和積極的態度 去到面對這個福音 不是做信水推舟 做個信水人情 看到就傳一下 其實老實這麼說 接下來的經文你會發現到 原來信了主之後其實很麻煩 是這種麻煩的事情 但是信了主的人都不厭其煩 根深去相信 並且去實踐 為什麼呢 這就是接下來的經文內容 我們要解釋 有多麻煩 從第一章第六節 你想知道 早點知道 你自己早點看 你就可以知道 但是當有神的靈的人 他樂於面對這些麻煩 即是有多麻煩 因為他一眼看到 這些麻煩 都是他在永恆的當中 甚至在這一刻 得到上帝的恩惠和平安的源頭 所以他不介意有這些麻煩 並且能夠在與上帝同行的過程當中 能夠享受到 上帝和他同處的那份安慰和平安 李姊妹 你和我稱之為基督徒 我們有沒有這份不厭其煩的主動態度去信主呢 還是我們隨便隨便 有空就傳出福音 有空就做基督徒 上帝不見到的時候 我們就做回一個罪人呢 有沒有一個徹底的生命改變 永恆的改變 這就是寶羅加拉太書的隱言 最初的文安介紹出來的 告訴你和我知道 讓我一起同心同心 親天父謝謝你 讓我們再一次來到你的面前 讓我們掌握到福音裡的那份 帶來的恩惠和平安 是滿有永恆成 求天父你讓我們能夠 帶著積極的心去回應 保證我們能夠真是 在我們今天走這條天路的時候 能夠真是誠言走在主你的道路當中 並且與你同行 我們知道這條路的確不容易走 但我們知道有你的同在 我們從這一刻開始 就有恩惠和平安陪伴著我們 求你的幫助 讓我們帶著主動的心 積極的態度 能夠衛生在你的道路中 Amen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